他是一个舞龙船人 却在舞台上舞起了谈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小五是一个生活在大山里的留守儿童 一个祖祖辈辈武师的船人 在爷爷十年如一日的言传身教手中 结合自己日复一日的刻苦锻炼 最终练就了一身高超精湛的记忆 对于小五而言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在爷爷的安排下 他终于可以大显身手登台演出 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蓄势待发 可就在登台前 小五发现自己的绣球不见了 情节之下 他抄起一个谭鱼当作绣球来耍 结果他的初次舞台 便上演了一场闹剧以失败告终 下台后的小五疯狂地寻找自己的绣球 毕竟绣球是武士的重要工具 观众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狮子本身 可作为诱饵的绣球虽然毫不起眼 却如同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一样 它具有控场引导的重要作用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场唯妙唯笑的生动表演 但小五却迟迟找不到自己丢失的绣球 他只能躲在小胖家的便利店 然而这件事却被热心人在网上迅速传开 一时间全网都在帮小五寻找绣球 小五也莫名其妙地成了网络红人绣球弟 与此同时也让大家对武士文化进行了深究 原来武士不仅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 而且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唐代的著名诗人白居易 曾在西凉记忆时中 对武士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刻目为头思作为 金度眼睛银贴尺 奋讯毛衣百双耳 如从流沙万里来 然而在快节奏发展的时代 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 都面临着逐渐消亡的风险 而短视频的到来 却为他们带来了新的传承 一部手机 一段表演 一个故事 让更多的人通过镜头 去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而外出打工的父母 也难舍曾经多年的武士情怀 不仅回到家乡 重新组建了武士队伍 而且决定扎根故土 大力推广武士文化 不久后 在抖音平台举办的 狮王争霸赛中 小五发挥创意 加入多元化的节奏 最终一举夺冠 他们没有想到 这渐渐淡出众人视线的非疑 可以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被传承下去 更没有想到 自己不经意的举动 竟得到了央视春晚的大力响应 从此成为拥有百万用户的流量大V 而武士文化 也不再是人们记忆中的陈列物 而成为了鲜活的日常文化 粉丝的观看 点赞和转发 也是对非疑的另一种传承 在技术的更迭 加快生活节奏的同时 我们正见证着 众多美好事物的消失 然而文艺复兴过后的第500年 我们再次见证了一场非疑复兴 在今年各大短视频平台 相继布局非疑内容 通过全新的视角 让大家了解非疑的魅力 大力推动全社会 对非疑的国化和传承 而那些手持传承的首艺人们 值得被记录 也值得被看见 我是女汉子 点关注不迷路 爱你们哦